中国大学实行两学期制 第一学期从9月到隔年1月 这个时候已经是学生们等待入学通知书的紧张时刻了 学生紧张 大学人员也开始忙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各家大学斗创意比精致的时候 中国第一学府清华大学师生今年就采用3D打印技术 打造堪称最美的通知书 封面印有清华大学校徽 一翻开 大学代表性建筑二校门的立体纸雕串立起来 学生仿佛于月龙门走入了校园 这个设计完全是由我们在校的学生来做的设计 那么这也是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能够让在校的学生将这样的一个心意传递到入校的同学中去 同时其实二校门的浮现也意味着 他们即将进入这个神圣的殿堂 从二校门走进清华园开启他们人生新的篇章 至于北京林业大学主题和大学属性很匹配 称为信念种子 配上墨绿玫瑰金和银色的主色调 打造象征天地的圆形与方形通知书 创意十足 相比各大院校每年创新 北京工业大学则沿用12年的传统 用书法腾写录取通知书 包括85岁教授在内的师生总动员 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完成4500份墨香飘散的信函 不止以满满诚意来迎接新生 也以实际行动传承中华文化